这个女人开发了一种药物 只要往眼球滴入一滴 就能来到虚拟世界中 这里的几天相当于现实世界的几秒钟 合伙人开心的不得了 这玩意儿要是推出市场 那可不就赚大了 她表示要和政府签一个长期合作 加大研究力度 把药物用于虚拟监禁 这样一来几分钟就能完成几世纪的牢狱之灾 女人认为很不人道 义正言辞的拒绝了 可下一秒 她的男友却不小心试用了新药物 引起癫痫发作 最后不治身亡 女人被关进审讯室 合伙人气得发疯 原来在女人之前给她的样本中 这种药物是没有问题的 很显然 女人的新药物是另一个加强过的版本 她指责女人把公司资源用在自己研究上 女人有苦说不出 她这样做其实是为了治疗脑死病患的弟弟 在她新开发的药物中 幻境可以随着适要者的潜意识进行改变 就如盗梦空间一般 她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弟弟在潜意识中篡改自己溺水事故的记忆 从而达到苏醒的目的 但现在由于药物被合伙人发现 她将面临着各项法律诉讼 不一会儿 合伙人带着一群政府官员出现了 他们跟这名叫瑞恩的女人做了一项交易 只要瑞恩供出她的新药物 并作为受试者参与虚拟监禁计划 他们就把瑞恩的罪行一笔勾销 为了生存 瑞恩只好答应 很快她被递入新药物 一阵恍惚后 她来到了虚拟监狱中 这是一个密闭狭小的灰色空间 唯一会发光 就是面前冷冰冰的计时器 瑞恩有点崩溃 她得在这鬼地方待整整一年 为了不被逼疯 她努力调整状态 把精力投入到旧职地底中 她不断地在平板上 演算着新药物的改造程序 累了就通过锻炼放松身心 你敢相信这女人 在虚拟世界待了整整一年吗 可明明一年的时间到了 计时器却在熄灭后 竟然又重置回了第一天 瑞恩整个人崩溃了 这一定是药物程序出漏洞了 她疯狂地大喊着 试图找到逃离的办法 最后她竟然在送食物的隔间里 找到了一条通往外界的路 出来后 她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废弃工厂 旁边的一个保安室里 还有她监狱的摄像头 她脑中晴天霹雳 合着搞了半天 她原来没被虚拟 而是在真实世界被合伙人关起来了 整整一年 瑞恩都以为自己在虚拟世界中 她抢了辆车逃出监狱 还发现合伙人早就夺取了她的公司 并把新药物强行上市了 她赶紧找到原来的同事 结果发现男友并没有死 原来这一系列事情 都是合伙人为了夺取药物想出来的阴谋 这时男友表示 虽然合伙人上市了新药物 但这种药物远没有达到 瑞恩救治弟弟的目的 于是为了抢回成果 瑞恩和男友联手 一起潜入公司大楼 他们把程序小哥逮住 搜出了去年瑞恩留下来的药物数据 接着瑞恩和男友来到父亲家 通过父亲的3D打印机 打印了在虚拟监狱中 研究出来的药物升级版 她拿着药物来到医院 迫不及待地把药物滴入弟弟眼中 弟弟睁开了双眼 可还没等瑞恩高兴 对方却忽然抽搐起来 就如同男友第一次试药时一样 但这一次 弟弟是真的死了 瑞恩万念俱灰 整个人陷入了悲痛中 这时候合伙人忽然神秘出现 对方告诉瑞恩 他早就应该知道这个风险 因为人的大脑是不可控的 所以弟弟潜意识中的选择 说不定就是让自己去死 这时候 整个空间响起各种各样的声音 瑞恩意识到不对 猛然间她清醒过来 好家伙 原来她从来就没醒过 从她进入监狱 到逃出来的一切 其实都是在虚拟之中 这个女人神经快错乱了 上一秒 她以为自己身处真实世界 下一秒 她就从梦中醒来 从虚拟世界回到了真实世界 原来因为新药物的不可控性 瑞恩在潜意识里 做出了逃出监狱的举动 梦中后半段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瑞恩自己的想法 合伙人大感震惊 整个人都快嗨起来了 可这时 瑞恩告诉对方 她决定收手不研究了 因为经过梦中的一切 她明白 人的大脑是不可控的 如果运用新药物 去给人制造幻境 就会把人搞得精神错乱 甚至制人死亡 合伙人一听不高兴了 她疯狂地劝说瑞恩 可对方怎么都不同意 于是合伙人只好来硬的 她趁瑞恩不注意 猛地把药液滴进瑞恩眼中 一瞬间 瑞恩几乎陷入幻境中 但这次 她已经有了经验 瑞恩凭借自己强大的潜意识 打破幻境 挣扎了回来 她反杀了合伙人 把药液抹进她眼中 煞时间合伙人抽搐起来 她来到虚拟监狱中 在过完了一年后 计时器又开始重新计时 就在她崩溃之时 瑞恩用紧急药物 把她唤醒了过来 而在经历了与瑞恩同样的痛苦后 合伙人彻底蔫了 不敢再要求别人当实验品了 不一会儿 瑞恩跟父亲见了面 原来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弟弟的脑死 其实还跟父亲发生过很大矛盾 但现在经历了这些事后 她终于认清事实 知道这样的药物 不仅换不醒弟弟 可能还会给自己 给家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最后她同意了父亲的请求 两人最终签下家属同意书 放手让弟弟解脱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虚拟石经》 与《盗梦空间》 《黑客帝国》等电影一样 它充满了虚拟与现实交替的情节 但不同的是 在这部电影当中关注更多的是 主人公试图用科技 逆转现实 但也值得我们深思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